不到一个月,特斯拉迎来第四次价格调整 11月21日,特斯拉中国官网上调Model Y长续航版售价涨幅2000元 调整后起售价为30.44万元 从10月底开始,MODEL3Y全系车型已经立三次价格调整 上涨1500元至1.4万元不等 前三次调整已经完成了全系车型的涨价 此次宣布的涨价是第二波了 21日,特斯拉中国方面人士表示 至于接下来是否会继续涨价 该人士表示暂不清楚 提及涨价原因,特斯拉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 11月第三周,特斯拉中国州交付量达到了1.6万台 供不应求已是常态 值得注意的是,特斯拉不仅反向操作 还像挤牙膏一样,数次小幅提价 这让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倾向于认为 特斯拉是在刺激等等挡下单 与此同时,认为特斯拉会先涨再降的观点也越来越多 不少业内人士预期 在经历多番小幅涨价后 特斯拉将在年末进行一番降价来拉动销量 成员会数据显示,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10月交付了7.21万辆电动车 于去年同期的7.17万辆持平 2023年累计交付量已达77.1万辆 超过2022年全年 据台报,上海超级工厂年产能 已经从75万辆升级到95万辆